首先欢迎河北市承德市的政府来我们国际机构进行视察 下面呢我是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我叫张丹 下面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国际机构的一些情况 我们呢现在在中国正在筹办亚洲中国本部和中国本部的设立工作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呢有12个本部 其中一个运营本部在朴槿惠总统出生的地方大邱 下设的地方组织呢以釜山为例设有8个地方总部 有一百多个社团协助我们进行绿色技术产品的实践发掘 以及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 特别是在大邱联合国工业发展机构 以绿色技术商品实践的会员机构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运营本部 政府机关产下的政府机关下的林业厅下属有山林保护协会 有十大广域圈中700多个地区都设有他们的组织 现在整个林业厅呢已经加入到我们国际机构的运营本部下来 行政本部呢在全罗南道的光州市 光州市的绿色企业已经都参与了进来 在顺天设立了女性领导本部 在大田呢设立了地方的女性领导本部 12本部当中包括了72个支援机构 为了实践绿色技术商品 监察本部呢正在和全世界的司法机关进行协商 绿色检查本部呢是和原有的认证机关呢进行协助和合作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 国际机构的宪法规定 实践绿色技术商品是大韩民国以及全世界国家 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国民的义务 该宪法已经得到了国际法的认证 该宪法是代表360个国家实践绿色技术商品 进行绿色教育绿色检验绿色观光绿色论坛绿色商品展示等 所有和绿色相关的产业 大韩民国的265个地区呢认证了国际机构宪法的专利权 该专利权是以公益为目的的国际机构知识产权 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知识产权呢不仅是大韩民国的财产 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财产 其理由是在大韩民国经过了司法机关和法务部的认证后 发制各国的领事馆 那么依据韩美的FTA协约 美国也同时认证该部宪法 中国政府的司法机关呢对宪法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经过了45天的审查后最后通过了宪法的认证 中国的国际地位呢已经不用多说 不仅是韩国全世界都信任中国政府 所以我们机构的全体成员也是非常信任中国政府的 所以中国政府也是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下面呢是关于我们国际机构的专利权的一些内容 因为关于专利权的内容很多大约1500多页 所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专利权涵盖的范围 其中包括了联合国和贸易相关有关的知识产权 TRIS和WIPO基础科学注册的知识产权 其中我们现在进行的一个项目是水锅炉 它的分类代码呢已经下来了是28111 然后我们知识产权涵盖的范围呢 首先是绿色企业 绿色专门企业 绿色技术商品 绿色衣食柱技术商品 绿色衣食柱商品 绿色观光 绿色体验观光 绿色文化休闲 其中绿色文化休闲当中呢 包含了一些保安的内容 所以我们呢正在和中国军人的共计会 和青年部一起做文化保安的工作 然后绿色经济增长 绿色国际金融 绿色金融 绿色开发 全国265个地区市区的绿色期货网上交易所 韩国绿色企业 绿色世界级企业的维持 以及绿色观光论坛和绿色教育论坛 绿色领导者 领导能力的培养 然后国际机构的律师 便理师 便理师是专利 有关专利的律师 会计师 岁务师 国际行政人员的评养 那么关于我们国际机构的呢 简单介绍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ーボ Insert